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欢迎大家来到10月22日凌晨时分的桑普论证 继续讲美国大选, 欢迎大家继续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每月定项付费,我youtube第一个留言板,置顶的 跟着最后一句话就讲到关于patreon的免费方式, 但当然希望大家每月定项能够支持 希望大家看完广告, 看完片, 和利用super games function赞助货金支持本人, 多谢各位, 我们继续讲美国大选 今天新闻都颇多, 希望尽快能够讲完, 大家知道我看很多网站关于民意调查 民意调查当然不可以成为一个永远紧根的指标, 就是相信它, 永远相信它不是这件事 但可以从这个趋势里面看到一些蛛丝麻跡, 而且无论是国陆网站, 譬如一些中性的网站 譬如说将国陆网站调查做median or mean的, 就是一些平均值, 或者一些中位数的 即是他们这些网站, 譬如说270 to win, 270去赢, 270 to win, 或者是real clear politics 他们两个都纷纷都说得出, 特朗普的胜选机率是比卡马拉·哈里斯高的 而最主要是几大摇摆州的数据呢, 基本上特朗普是领先的 那么这个领先的情况呢, 甚至我会觉得是几夺目耀眼的, 这个绝对不是开玩笑的, 真是一个相当很大的一个进展 那么这个进展的话呢, 就可以这么说, 七个摇摆州, 特朗普基本上都是占有一个领先的地位 即使左派的民意调查都是这样, 当然他会折到数据那么紧, 甚至无憾哀兵 昨天说过, 是不是说想吹票出来投呢, 绝对有这样的意思 但我读一些数字给大家听, 希望大家明白, 这些数字都是real clear politics 里面有的 四年前, 2020年, 我说了七大摇摆州而已, OK? Pansylvania, 宾夕凡尼亚州, Biden 在选举前这个时刻, 赢3.8的百分点 而在2020年真正的选举, Biden 只是Pansylvania 赢1.2 我先不讲造票的那些, 1.2, 即是说他胜的比例, 缩了2.6 Wisconsin, Biden 在这个时刻, 四年前的这个时刻, 是赢6.3 但最终Wisconsin 即是险胜0.7, 即会认之有5.6的水位 Michigan, Biden 在这个时候赢7.2, 但是呢, 民意调查是这样说 但实际的选举结果呢, 即是赢2.8, 中间的水位达到4.4 跟着到Arizona, 2020年的选举前的民意调查 显示拜登赢3.1, 这是综合国民意调查的中位数 但实际上Arizona, 即是拜登险性0.3, 中间的水位是2.8 Nervada, 拜登是险胜2.4, 但民意调查显示有赢5.2, 中间的水位有2.8 Georgia, 就是拜登, 民意调查赢1.2, 实际只是0.3, 水位是0.9, 这个水位算比较少一点 North Carolina, 这个时候拜登的民意调查, 这些左派和很多那些 其实这些是不是真的, 先不说, 民意调查显示 拜登赢3.3, 但实际上他只是赢1.3, 水位1.0, 即是七大摇摆州, 水位都是偏袒在民主党方面的 由1, 甚至有些地方去到5.4, 不等, 所以这就是大概的风格 好了, 现在来说, 这七大摇摆州, 没有一个州是民主党卡玛拉赢的 Pansylvania, 民意调查显示, 川普赢0.7, 威斯康典赢0.2, Michigan赢1.2, 亚利桑那赢1.6, Nevada赢0.8, Georgia赢1.8, North Carolina赢0.5, 我们先不要调误差范围, 全部都是Trump赢的, 当然误差范围很少, 但一贯来说, 这些左派民意调查, 都对左派的候选人有水位, 即是高估了民主党候选人 如果这样说的话, 特朗普的赢面是否占优? 这就是我昨天说的数字背景 好了, 今时今日还有第三份, Decision Desk HQ, The Hill, 中间编组的一个民意调查机构, 他发布最新的2024年美国总长大选的预测模型, 他认为呢,同样认为, Trump的胜选机率第一次超越了Kamala Harris, 一方面这些比较偏左的一些机构, 希望为Kamala Harris吹票出来, 咸哀兵, 但另一方面, 你看到呢, 真的他们看到, 真的水位变少了, 而这件事就算看民主党的内部民意调查, 都反映类似的结果, 截至10月20日为止, 模型显示Trump的当选机率是52%, 而Kamala只有42%, 中间的差别是10%的机率之差, 自从8月下旬开始, 这个模型一直预测Kamala Harris胜选机率大概是54%至56%, Trump是44%至46%, 那么10月初开始, 情况开始出现逆转, Trump开始追上去, Kamala开始下滑, 两个人的胜选机率五五波有个差, 那么10月17日就黄金交叉了, 去到20日的时候, Trump就首度超前, 20日2020是重要的, 因为现在刚刚开始了提前投票, 也都有提邮机投票, 亲身投票都有, 这些投票的情况未完全展开, 现在投票的人占所有选民, 可能占一成,两成,可能都没有, 即是你去到11月5日之前, 才有大概四成多人投票, 而正一投票的有五成的人, 共和党候选人的选民, 即支持右派的选民, 通常传统都是11月5日才投票的, 不论Trump叫大家快点投票, 定点都好, 大部分的选民都是11月5日才投票的, 那这一点呢,Trump就希望大家散开, 因为有些人那天真的没有空, 现在这个商业社会很繁忙, 有很多的情况做, 所以很多人说快点投票先吧, 那这件事的话, 会不会开始的时候, 今年比四年前更多的右派选民, 是邮机投票, 提前投票呢, YES, 也都推高了提前投票的投票率, 但是你会看到也有很多的选民, 譬如如果我是一个美国人, if 我都会选择11月5日投票的, 那种感觉不同一点的, 那你说不是选择这样, 提前投票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YES, GOOD, 两个都OK的, 而11月5日投票那些, 如果是一个Red Wave会出现的话, 现在你看回很多人说, 现在很多人投了这个民主党的了, 你看德萨斯州, 你看看这个Texas, Florida, 佛罗里达州, 他们看回提前投票, 邮机投票, 亲身投票的调查呢, 显示卡马拉赢了这个Trump的了, 看一下深红州都翻蓝, 喂, 现在都未去到结束, 11月5日的Red Wave来都未计过, 哦, 而现在你问呢, 提前投票应该是蓝的佔绝对多数的, 以2020年的选举, 2016年的选举都是这样看的, 而发觉到这个优势呢, 基本上没有那么高, 一方面是有赖于Trump支持很多人提前投票, 邮机亲身都是这样, 但另一方面看到呢, 哇, 发觉到提前投票都是这样, 那你搬哪里有一个Blue Wave, 在这个提前投票出现呢? 少少, 但那个Red Wave, 在11月5日或之前, 就是后就没有了, 前面那段时间, 11月5日当日呢, 分分钟会出现一个红色浪潮, 即是共和党的人分分钟去投票, 那我想这一点呢,Trump正在做很多的活动, 他真的很懂选举, 一方面就是去这个足球场, 然后呢, 就是那帕坐威, 哈哈, 那另一方面呢, 也都去这个麦当劳, 炸薯条, 笔薯条, 撒盐, Grain of Salt, 啊, 捉你好运, 有人是Dry Thru, 那他就给个东西给人, 做一个钟头的东西, 穿起个围困, 那就是麦当劳先生了, 那这个, 变成麦当劳先生的话呢, 大家都慕名而知, 离开麦当劳之后呢, 哇, 整条街里面呢, 两面呢, 基本上都是Trump的supporters, waving the flag of Trump and Vance, and even the American national flag, 那这个非常令人振奋的, 那整件事呢, 就看到他是广获支持, 无论是在场的记者啦, 在场的很多的Dry Thru, 来这个买东西的人啦, 这班人不是妹来的, 就是不是做妹的, 是真的观众来这个地方, 支持他,去买东西吃, 车上面再次拍了Trump的照, 这跟习近平啊, 那些人完全不同的, OK? 是真的, 那而去到这个地方, 那个麦当劳就停业几个小时, 那基本上就是说呢, 功逢其盛, 那有个声明呢, 就是说呢, 我就希望呢, 停业这几个小时, 就让他来玩啦, 那这个都是对于这个美国选举的支持, 那写的那个声明呢, 四平八稳, 不想得罪这个民主党的选民, 那同时候你看到呢, 特朗普是玩得很开心的, 那你说有没有打工, 有没有收工前的一件事, 但是肯定一件事就是什么呢? 他这个戏剧效果呢, 是得以彰显出来的, 尤其在宾夕凡尼亚州的小镇, 一家麦当劳, 能够去做这件事的, 是一个选举动员的, 超级厉害的一件事, 就算卡玛拉哈里斯呢, 都顶他不信, 你有本事的, 你说在哈卫大学, 有个网友好地更正, 哈卫大学不是在华盛顿州, 不是在西亚特区, 是在华盛顿特区, 多谢这位网友感谢你, 我的网友是No.1, 我未必是No.1, 但是呢, 我的网友的能力, 的细心, 那种对于求真的精神, 是No.1, 所以我会觉得我很开心, 和大家一起做事务, 就是我学到很多东西, OK, 那Pansylvania这一次的活动呢, 是得了很多分数, 这次是打网路, McDonalds, Donald Trump, 已经很紧要了, 不只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ake Fast Food Great Again, Make McDonalds Great Again, 那种感觉, 哇, 很正道, 跟着呢, 他穿着件衣服, 在那个窗户递出去的那个照片, 甚至在那里耍盐那些照片, 铲薯条的照片, 笔薯条落那个纸的包, 不可以碰到手的照片, 完全呢, 是上了镜头的, 炸薯条的样子, 那个人, 有个店员呢, 才炸一次给他看, 他又纷纷都炸, 说这些东西, 你会看到, 都不是那么难啊, 他说, 你卡玛拉哈里斯说到自己, 哇, 以前在这个打工的时候, 在加州某个城市里, 要做这个炸薯条, 好鬼惨, 他一点都不惨啊, 是啊, 麦当劳, 在他的年代, 我的年代, 都有冷气的, OK, 怎会惨呢, 喂, 我小弟在美国的, 这个读书的年代呢, 我记得我在, 一个小山邮上面, 一个宿舍, 对面就是law school, 那我就, 也是麦当劳迷来的, 那有时候, 落井呢, 就是, 走一条路下去, 走五至十分钟, 那第一间呢, 就是麦当劳, 麦当劳, 四五元一个餐, 四五元不是港币, 美金一个餐, 一个big mac, 一盒仔装住, 那时候就不会指包, 一盒仔装住, 一杯椰, 那样, 我不喜欢吃薯条的, 因为我觉得, 那些人说, 那些麦当劳的油呢, 灰色的, 就是一饼去砖头, 那炸下去, 很难不定的, 那我曾经问过呢, 是, 麦当劳可以打工呢, 看看他有没有招聘那些东西呢, 因为, 我也想, 就是赚钱的嘛, OK, 那, 当时呢, 学费也要交的, 就是一个普通的学生, 也都不出便, 不会像做律师的时候, 在那里赚钱嘛, 那希望赚一下钱, 可能发觉到, 很麻烦的, 因为那时候, 我做学生, 在麦当劳打工呢, 那些申请工作签证, 这些东西呢, 很麻烦, 你如果离开了学校, 你申请H1B visa, 去做工作签证呢, 比较容易, 你未离开学校, 想去打工的话呢, 哪个地方打工容易呢, 在学校打工, 那我就在学校里面找了, 在Long School里面找了, 找到什么工作呢, 就是做这个, 图书管理员, 那图书管理员都可以我选, 一个呢, 就是执书一个, 一个呢, 就是做这个Counter, 被人嘟嘟的, 学生证的那些, 那我当然做后面一个啦, 那因为呢, 有得跟人聊天, 那是Berry安呢, 旁边有个黑人, 一个男人来的, 那跟我讲很多呢, 黑人的民权运动的故事, 讲他教会的故事, 这个黑人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来的, 那他带领过很多东西, 带我去他的教会又有, 去这个, 就是, 也都会看回他本身, 就是讲回Malcom X的故事, 他说Martin Luther King, 嗯, 不是我们黑人喜欢的人, 我们喜欢Malcom X, 那这个当然啦, 这个哲学问题, 思想问题很值得说, 就是左胶就说, 哎, 你桑普, 你被黑人带坏你, 应该喜欢左胶之霸, 这个Martin Luther King, 不是喜欢Malcom X, 那何为Malcom X, 何为Martin Luther King, 自己, 可以有兴趣的网友, 大家上网去炒一下这些资料, 很有趣的故事, 所以我觉得很开心, 就是美国的时候, 最多见识的, 不是播堂, 学到的知识, 是这些很小的细节, 和很多和同学之间的相处, 和老师之间的答问, 和Librarian之间的相处, 和城市之间不同餐厅, 不同店家的一些相处, 看花, 看东西, 很开心, 即是一个光辉灿烂的, 一个青年时代, 可以这么说, 很开心, 所以我就有这样的经验, 麦当劳我未打工, 想去找打工, 但发现有很多东西, 没有去打工, 我都会承认, 我没有在麦当劳打工, 我在香港都没有在麦当劳打工, 我印象都没有, 那如果你说有些朋友, 有麦当劳打工的, 你可以告诉大家, 是否辛苦, 哪一份这些南岭工作不辛苦的, 银大火车都辛苦, 水电工都辛苦, 赚很多钱, 麦当劳比较下难一点的工作, 但去到美国, 尤其去到加拿大, 如果你加拿大做麦当劳, 其实呢, not too bad, 即是, 你说是不是, 不会赚很多钱, 当然不会赚很多钱, 但一定饿不死你咯, 交到租咯, 吃到咯, 即他不会像香港, 台湾, 南岭工作, 真是很便宜的, 但你去到这些白岭工作, 就有不同的分别了, 那可能, 香港的水位, 现在来说, 都比较高一点, 即客观来说, 以后会大衰退另一件事, 但台湾来说, 白岭工作, 有些地方拉不起, 除非你外资, 或者是一些, 所谓的chips, 即一些IT行业, 就是我们后话了, 所以我就说, 去到今时今日, 卡马拉·Harris, 有个智姓之道, 你去一家麦当劳, Midwest的, 最好就是七大摇摆州, 其中一家一家, 那你去那个地方, 真的做两个钟后, 带你, 你做一个钟, 我做两个钟, 今天搞定咯, 这样都不会做, 是吧, 所以我说, 为什么他不懂呢, 不敢做呢, 就觉得, 不要跟这些疯路, 又疯了一份, 你就不知道, 人家玩童真, 玩, 这个叫做什么呢, October Surprise, 你不懂玩, 在那里, 你真是在那里, 你真是在那里, 我不跟他玩的, 即是, 选民真是不太buy这套的, 你问一下, 我看到有些留言呢, 就说, 虽然呢, 我不赞同Trump的政策, 尤其是外污战争的政策, 那我当然, 我很尊重不同人, 和我有不同的意见, 和特朗普有不同的意见, 尊重, 虽然不同意, 但我很尊重, 但我会基本上, 他们都仍然认为, 特朗普很懂得玩选举, 他很拜特朗普的那种人格特征, 那这些东西, 就是我看到很多网友的看法, 如果大家都有同意见, 可以留个言, 和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感受, 我觉得做人呢,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维护半点的童真, 这种童真不是childish, 不是幼稚, 是有些东西, 我就真的, 入起三袖, 就和你玩, 就是基本上博表现, 美式足球比赛, 我进去, 其实不是第一次的了, 就去看, 大家是trump, trump, trump, 整个感觉就会做出来, 人是理性的决责之外, 都是感性的生物来的, 所以我们大家都会觉得, 哇, 这个人真是好, 在犹豫当中, 就投你一票, 有这样的人的, 即是他可能一直都不是很关心哲学, 思想, 政治的观念, 但他一去到感性的位, 他就触碰他, 特朗普就拿到这些人的票, 你卡拉拉 Harris, 继续在那里, 哈哈哈哈哈哈, 不会这样拿到票的, 是不是, 我都讲过了, 你和那些女性说, 哎呀, 8个月怀胎都可以给你墮胎的, 你觉得一般的女性, 因此而投你一票吗? 你告诉黑人, 卖大麻, 合法化, 行, 娱乐用大麻, 给你卖, 那黑人就会因为这样投你一票吗? 你和那些西班牙裔的, 西班牙裔的人说, 那你那些亲戚啊, 由这个南美丽那些, 全部卸面他们的非法难民, 全部卸面他, 你觉得那些西班牙的人会投你一票吗? 就是卡拉拉 Harris, 完全捉错用神, 这件事呢, 是他整个竞选的败笔, 有时候上帝要他灭亡, 才要他愚蠢的, 这件事的话呢, 就是看上去, 上帝这条路, 是不是真的铺平了给美国, 给全人类?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次选举, 就是不是开玩笑, 如果真的做错的话, 我很担心, 不止是台海有冲突, 还有第三次世界大战, 特朗普不会引发三战, 反而是卡拉拉 Harris的软弱, 会导致第三次世界战争, 希望明白, 那么20号, 黄金交叉, 今时今日, 已经是22号, 即是特朗普已经超前, 而超前的速度还要不断加快, 去到哪个地方停呢? 我不知道, OK, 预测模型, Decision Desk HQ The Hill 预测模型的变化, 和特朗普在Wisconsin, 和Michigan的民调平均值的上升, 息息相关, 这两个州, 特朗普已经赢了, 那么, 这两个相关摇摆州, 已经略微领先卡拉拉, 另外就是特朗普在阿里萨奈, Georgia, 和North Carolina, 也都取得了微幅领先, 如果加了这七个摇摆州, 即是五个摇摆州, 即是Wisconsin, Michigan, 阿里萨奈, Georgia, 和North Carolina, 他已经赢了, 已经赢了这场选举, 那么, 当然, Nevada是Tie, 另外就是, Pansylvania, 有些民意调查, 就是说, 特朗普仍然是输给, Kamala Harris, 0.3个莎萨奈, キャlich, 何仍然是今次有变数。 特朗普主攻, 奔直大加%, 因为这19张选举人票很和味的 你不可能失去这19张 如果你失去19张的话 在其他周围要拿回比较难 所以这19张是一个关键 Georgia也是一个关键 North Carolina都拿完的话 选举已经结束 刚刚270张选举人票 袋落袋了 看回未来的情况 才能够做最后决定 在这段时间里面 Carmela Harris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 这个错很少在媒体里面说 OK 就是说当有个学生 尤其是Wisconsin大学的学生 在Carmela的造势大会里面 高呼Jesus is Christ 耶稣是救世主 他竟然被Carmela大声说 你走错了集会了 然后整班红卫兵 请他出去 就是赶他离开这个Carmela的集会 各位 美利均合众国 美国是一个没有国教宗教自由 但是他很强调一点 就是清教徒精神 十月花号 基督宗教的精神 是灌注于整个美国的国运 各个宪法 各个治国理念 参权分立 司法独立 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这些全部都是由 卡尔文主义 一路 清教徒 基督宗教的 基本的 世界观 宗教观 信仰观念 这一点到现在都不变 你说 左派是否在蠶食着 这个基本的美国的传统价值 Yes 但是当人家 Jesus is Christ 人家都不会侮辱你 如果你懂得去应付的话 你说 Yes Jesus is Christ Let's pray 全部就会觉得开心 但是你不是 人家讲这个说法的时候 原来将你 皮泡下的小来 折出来 将你的极左派的面目 显露出来 是你自己自禄 自己显露的 不是那个学生显露的 即是说 原来你是反基督的 当然 Jesus is Christ 你应该觉得 我今天 都是对于 天主 对于神 对于上帝 对于耶稣 对于基督 都会有一定的支持 这个是美国 OK 如果你认为 In God we trust 这个不重要的 你这些美金 后面写的一句话 都不重要的 那么你觉得 这些完全不理的 或者觉得 你赶他出去的 你究竟 搞近些什么 当别人说的 只是跟你有 不同的意见 那这些话 你应该是怎么样呢 就是说 很欢迎 不同意见的表达 OK 也都是 Jesus is Christ 我们已经结束了 顺略搞定了 他竟然说什么呢 but then no 我认为你是想去 街头 那个比较小的 那个集会 就是讽刺着 Trump 去过天主教 那个集会 哇 你没有搞错 就是说 你这么喜欢 信耶稣的 你去那个集会 不会在这个地方 这个集会 敌基督 反耶稣 极左派的 丑恶的嘴念 就是这样 因为这群极左派的人 口讲 是说信奉耶稣 对于隔壁街 Ell Smith 那个万会的地方 痴之以鼻 不去 他去Wisconsin 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 为他显露出 那种 Marxist Communist Socialist 那种 无神论 敌基督的想法 这一点 好得人害 任何一个真正基督徒 不管什么场合 只要听到有人说 耶稣是主 他一定会 不由自主 今回应 Amen Amen OK 不跟读音 一样 Amen 但是在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Kamala Harris 的竞选集会上 当Kamala 声称他将 签署全美允许 自由堕胎的法案时 他想要堕胎权 联邦堕胎权 会场里面 有两名年轻的大学生 叫出 Jesus is Christ 非但没有任何人回应 Amen 他们反而被 民主党的党工 带来一会场 而Kamala 更加耶鱼拥命 他们说 他们走错了 走错了集会 要补多一枪 踢多一脚 Kamala的话 在北京意识中 透露了一个事实 就是以他为代表的民主党人 不需要耶稣 成为他们的主 他们根本是不信耶稣是基督 当他们的手按圣经宣誓就职时 只不过行礼如意 礼行公事 欺骗圣灵 在他们眼中 就像开玩笑一样 他们所行的 全部都是耶稣 眼中为恶的事 事实上Kamala Harris的父亲 是来自牙米加的移民 母亲是来自印度的移民 她的丈夫就是犹太教徒 她本人既参加基督教的聚会 也同时参加印度教的聚会 因此她的信誉是一个 莫名其妙的大集会 或者学次来说 她根本就不是基督徒 我们可以确信无疑地说 任何投票支持她做基督徒 一定是跟她一样 没有认罪悔改 重生得救的假基督徒 这一点我想大家都搞得很清楚 所以礼拜四 在威斯康尚 Jesus is Lord 这个说法 竟然没有什么人报道这个说法 只是根据威斯康尚当地的媒体 Milwaukee Journal Sentinel 即是这个 Milwaukee 这个哨兵部 报道 这种说法 是令大家知道有这样的事 OK 这次集会是这个礼拜 这个摇摆州 Wisconsin La Crosse Recreational Eagle Center 举行的 无论哪个候选人都要在11月5号获胜 Wisconsin都是关键州之一 根据Real Clear Polling 真实清晰文调的数据 截至礼拜六 Trump 已经在威斯康尚 略微领先卡玛拉 很多人将矛头对准了卡玛拉的言论 因为他是反基督 而Trump 出席 纽约举行的天主教的 El Smith Charity Dinner 我们讲过了 他在现场和Sumer之间的针锋相对 大家看清楚 这些就是我们来看真正的原因 而这两位勇敢的学生 就读于University of Wisconsin La Crosse 是一个叫Grant Bethe 和Luke Polasca Grant Bethe和Luke Polasca 他们上了Fox News Fox & Friends Weekend的节目 说 当这一位民主党副总统卡玛拉 开始讲堕胎权的时候 他们大叫Christ is King 基督是王 因为他们的感觉 自己好像基督和他早期追权者一样 一样受到persecution 迫害 其中有人就说 当他举起缝纸 挂上十字架的时候 即是拿回十字架给大家看 卡玛拉就是讽刺地向他揮手 甚至用一种他认为邪恶的方式 对他傻笑 刚刚讲的Grant Bethe说 我被一名老虎推了一夜 我们被喜控 我们被诅咒 我们被嘲笑 这个对我们个人来说是最大的事 这件事反映出 Jesus被人嘲笑 实际上我们做了上帝的工作 我们那个地方是出于正确的理由 正义的理由 而上帝在那一刻看着我们 无论你的信用是什么 我都是一个真诚的人 但我相信我们是上帝派到那个地方的 New York Post都有报导有关的事 但看回AP 即是美联社 法新社 路透社 三大新闻社 加上CNN MSNBC ABC CBS 这一大堆的媒体 有没有认真报导这件事 没有 因为会使得他们支持的民主党的CAMARA 跌分 但这件事 我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 算明白 那些是不可适合的 那两个学生 没有肢体冲突 没有说粗口 和平 理性 非暴力 非粗口 这个地方 都可以被你接的 你不是说出一个有信仰 你不是用一些 左胶的说法 一个有信仰的人 如何欢迎全国的堕胎权 那你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对待人物 而当有人请他走 你CAMARA可以闭嘴 为何还要加多一句 就是说 你不应该在这个场上的 这里是鸿卿 你应该过东升 是不是这样要补多一句呢 我觉得是very bad 就是说给人知道 认同Christ is king Jesus is Lord 的人 不受欢迎 这个就是CAMARA 传达给大家的信息 which is very very bad OK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情况 那当然在现在很多的文医料下 我都会看得到 CAMARA 是不是真的穩佔优势呢 那记住就是 提前投票的人 的确是有一定的程度 比如46% 就是提前投票 游记投票的 有46%是民主党的选民 36%是共和党的选民 所以差距比上次来说 是少了的 而真的去到Red Wave的时候 就是有过半的人 刚刚过半 一半至50至60%的人 会在11月5号投票 那个Red Wave就会出现 OK 除非有些人在那里 投两次票 另计 那些就是 摆明是违法 是不是 所以现在呢 这个是Bill Clinton Barrick Hussein Obama George Bush 出尽混身解数 帮CAMARA去助选 那这件事情 大家都看到 真的相当有趣 就是一个非常不知所谓的局面 很多民意调查就说到这里了 但是呢 竞选也有筹款方面 毫不偉言的 最新公布竞选 这些财务报告显示 卡曼哈里斯的务款能力上 是大幅领先 Donald Trump 但是你没有钱 你拿不到票 都是多余的 喂 如果我是有钱佬的 我给钱给你的 都是希望我给 100万给你 我以后收回的期后利益 因为你当政 我得到的政策利益更加多 那这个是否成为了行溃呢 那未必是行溃的 就是我back你而已 那back你都back那么多 代表到很多人认为他会赢呢 未必的 未必的 即是说他只是back这种东西 可能有钱我做个套凳的 我一方面呢 投资很多做竞选经费 另一方面呢 去那些polymarket 那些赌盘里 然后呢 套凳了 买重特朗普住 基本上他不会输 亦都有 为什么他会这样说 因为他看衰你输 所以他买保险 所以很多人会有这样的做法 那你看看这帮有钱 那会怎么看呢 你筹钱能力强 不代表你赢 2016年已经好的例子了 当年的希拉尼 完全完成特朗普的筹款能力 照输 输得很惨 是不是 这个更加重要 《华士顿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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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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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报道 根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FEC 10月21日公布的文件 卡玛拉9月没得的资金 是Trump陣营的三倍多 卡玛拉竞选团队 第三季总共筹得超过10亿美金 1 billion美金 这笔庞大资金将会使他电视、网路广告、 署民接触和竞选团队方面 远超Trump的 即是铺天盖地 即是公路上的看板 房屋外面的招牌 电视广告、网络的 放出来的广告 他都很多 OK 卡玛拉9月没有集到2.218亿美金 其中来自LA和Saint-Franc的两场名人赞助活动 就已经有5500万美金了 相较之后 Trump9月只没有6,270万美金 即是远远低于卡玛拉迪 连三分一都不到 截至9月底 卡玛拉手头上Cash in hand 有1.875亿美金 Trump累计 当时只有1.197亿美金 可见 即是要讲钱、讲金 不讲Saint 就是卡玛拉占优 但选举不是讲金 他7月底 接替Joe Biden之前 Joe Biden的Yaya woo 不行 但是当日一折 一折捧三天 立即禁止 无论是华尔街集团 深层政府 植谷集团 荷里活 全部一起来捐钱给这些人 当然 也有140万名支持者的小额捐款 但总数来看 始终都是大粒子 即到今时今日 Cash 或者所有捐款 都是大财团为主的 那你为哪个人服务 大家很清楚 还要标榜自己的左派 其实左派最后不是维护功能 是维护当权者 既得利益者 无论是希特拉的极左派 或是默索利利的极左派 或是列宁斯泰林 毛泽东 习近平的极左派 和Tamara Harris的极左派 其实都是一样 因为左派创造man made rules 一定有些人 比其他人更平等 所以一定会有极权 或者一些既得利益的階級 大家看看这一点是重要的 另外就是刚刚说到Trump 去到麦当劳打工 有一个细节大家 是很值得去说的 就是当有记者问 喂!今天呢 Karmala Harris是六十岁大寿 你有什么想跟他说啊? 你一直以为 Trump 就会很串嘴地说 他这个人 不死也没用 死也没用 他会说这些东西 他会说什么呢? Happy Birthday Carmala 60 years old Happy Birthday 这个是重要的 他说呢 如果我给我的话 我会送什么给他呢? 我会送flowers 我会送这些花给他 是啦 也都希望呢 送fries给他 有这个薯条 他在做工的嘛 送薯条给他了 有薯条 又有花 又可以闻 又可以吃 60岁生日快乐 一点都没有认他的意思的 我经常说 这帮左胶 经常说 这个Trump是一个什么? 独裁者 一个独裁者 会不会祝福他的竞争对手 或者参与一个民主竞争 而参与民主竞争 还要祝福竞争对手 六十大寿生日快乐呢? 即是想一想 这个不需要我回答这个问题 是吧? 那么大家知道 2020 是两个人的黄金交叉 也同时是卡玛拉·卡拉斯的六十大寿生日快乐 OK 踏入六字头 是不是连运都没有了呢? 我真的不知道 Let's see OK 是78岁的Trump为他献上祝福 并提到自己呢 中美八十岁 跟着就是说呢 外界就说 你不是八十岁 你拒绝四捨五入而已 我觉得这些左家媒体 尤其是这个political 就说他在Pensilvina Lancaster做世界大会的时候 你未到八十岁 七十八岁 你拒绝将年龄四捨五入 很荒谬的 如果你五十一岁 我和你四捨五入 一百岁一扮 即是你这些 你说这些东西 暂着说话 不要同 说话都是完全不能够 把这个rules放居四可而解除 和别人喜欢说 还未到八十岁 也都没有那么接近八十岁 他七十八岁 So what? 那这个是事实 是吧? 即是这个是很离谱的 而这个有些《华尔街日报》又说呢 Trump 心智衰退 你只看他每一次出来 足球场 街道上 Rellies 造势大会 Town Hall 专访 麦当劳 他怎么像七十八岁的人 你将心给的人 你可以批评他任何的政见 觉得他什么叫乱闹 你不断抹黑他 但我只是问一个很基本问题 各下七十八岁 有没有他这样的体力 有没有他这样的童心 有没有他这样的精力去做这些事 天天做 我觉得这个是难得得爆 对吗? 如果你认为这样叫做 是一个 都要侮辱他心智衰退的话 他真的 odor 他真的 odor 他真的 odor 这些说法 四年以来 这群人对Joe Biden 没有说过任何的这些说法 而是客观事实 对一个没脑子的 stupid 的卡玛林 亦都没有说过这个说法 卡玛林是心智衰退 but simply stupid 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一堆 word silence 迟早堆砌 不知道他想说什么 但是特朗普呢 很清晰 他怎样跟你斗圈都好 斗回去回答你那点 而且令你 将你一关 你根本上没有办法去抗拒 这个就是 相当难得的一点 OK 就算华尔街日报都说 虽然有些批评特朗普的人说他心智衰退 但华尔街日报都说一句正确的话 说特朗普在专访期间 并未出现心智衰退的迹象 更加说 现在的特朗普比2015年更有自信 更加了解政策 而特朗普在20号 称赞华尔街日报的文章 是一个beautiful story 美丽的故事 证明自己没有认知能力问题 反而卡玛拉可能有认知问题 在竞选过程中 特朗普一直说卡玛拉有精神障碍 mentally impaired 而这个卡玛拉最近一直试图透过质疑特朗普的健康 来激怒特朗普 怎么说都好 都起码捉卡玛拉60岁 去生日快乐的民主社会国家 共和民主国家 不是军事之争 大家争取大家支持 不需要当大家是仇敌地看待的 有些就是将一些不同政见人当成敌人来看待 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 你知道有些香港的评论人是和我的想法完全南远北设 他们支持这个民主党 严重反对特朗普 甚至说我是希特拉 默索尼尼的支持者 说我是这个法西斯纳粹 评论人也好 左交也好 都这样跟我批评 你问我会不会觉得难受 当然你说这件事会好受的 都很难说好受 会不会记受 这些没有受 我可以这么说 每个人有观点角度都不一样 这场选完之后 大家都要无论哪个赢 我们要接受结果 我们要accept这个reality 我们都要在reality争取 在我们的香港 我现在所在的台湾 你们所在的加拿大 美国 英国 澳洲 等地 能够更加 坚实自己的民主防卫机制 是不是 我们不可能说 不断向圆圆圆 在那儿漏漏漏漏 就算卡玛拉·哈里斯赢了 我才声明了 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反美的 我才说明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反美的 那么台湾更没有运行 香港更没有运行 我更加希望大家明白 这个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但我们都要活在当下 接受现实 如果Trump 赢了的 我当然会更加开心 但依然要警钟长鸣 不可以以为他赢了 黄丝到来了 台湾什么都不需要你了 香港可以了 我不会做出这样的人生 但这个更有利的形势 就需要我们更加积极地把握 摆脱那些左胶思维 尤其我可以事先宣布给大家听 我认识很多年轻的伙伴们 无论在哪个国家我才不说 他们是很恨Trump的 很恨右派 很恨共和党 根本是极左派的信奉者 我只希望大家 退一步出来 不要lipped surface 说自己bipartisan 也真是了解 共和主义思想 是代表这些什么 Trumpism 川普主义 真正讲的是什么 不要被他那些大嘴巴的东西 搞到你神魂颠倒 或者觉得很生气 生气 退一步了解清楚的整个想法 你可以继续不同意 但你不了解 你不同意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有这样的心情和精神去理解这件事 另外你会看到 Bisterville Travolta 马上去Lowes Southernton Township的麦当劳餐厅一堂川普的风采 亲身见证这个历史时刻 当然啦 他33岁的一位叫做Kathleen Hanlon 戴着粉红色的Mega帽 今天我都戴帽子帽子 好像他有麦当劳 麦当劳是红色的 又来来来来 很红色 他讲到柳柳游报知 这个真是难得一见的一刻 这位33岁的发型师 他就说这个难得一见的时刻 我当然支持他 60岁 刚刚大约60岁的卡玛拉·哈里斯 多次声称大学期间在麦当劳打工 这次强调自己的中产阶级背景 试图和亿万富翁对手Trump 形成鲜明对比 他竞选团队特别指出 Kathleen Hanlon在1983年的夏天 他在霍华德哈里斯大一大二期间暑假 在加州的Alameda Central Avenue的一间 麦当劳担任收银员、榨薯条 和做冰淇淋的工作 即是做雪糕的工作 但是Trump就说他查过 根本他在1987年里面 从未提及麦当劳工作经验 也都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他 有什么说法 卡玛拉 你说谎 那当然 为什么拆穿这件事呢 当然他已经拆穿了 麦当劳 给Trump在这个地方去玩两手 Trump是用这个润利 你理他就是打工也好 不是打工也好 打工 还有你当时有没有打工 没关系的 这个地方不是打工 摆明是一个drama 是一个dramatic的show 来襯你一脚 踩你一脚 这个感觉在感性上 真的做到这个结果 Trump是麦当劳的忠实粉丝 我从2016年开始了解Trump开始 因为以前我不认识他 不知道他是什么人 2016年的选举开始的时候 我都说他不是瘋了 我写了一篇文章在这个 苹果日报的 就是这个骗子与疯子的抉择 我就是希拉莉的骗子 疯子就是这个Trump 都不知道选谁好 但是一直去到2017-2018年 越看越觉得这个人真的不同 所以我对Trump开始有一种开玩笑 teasing 一直去到 喂他真是行 美中贸易战 当时怎样加他关系 怎样玩留学 怎样玩杂猪头 2017年4月 拖着这个杂猪头在这个手 握住他的手去照狗 在海湖庄园就说 没有跟你说 刚刚去了这个对付 敘利亚的阿塞德政权 刚刚发了50把飞弹 不记得告诉你 不过不要紧的 没有中国的军队人死的 一点都不用怕的 叮 接着习近平已经不开心了 然后Trump就等一句 好像你懂得说英文的 You know how to speak English right? 接着习近平呢 感觉呢 恶了然 接着呢 他几秒钟之后呢 才回过神来 Yes Yes 这个就是猪头 从此就被这个Trump呢 食住上 这个几个人 就是这些东西 和这些垃圾 这些战招 这些战人玩的方式 是吧 那他就是麦当劳定了呢 三话几份刹 就是款待呢 Cramson Tigers 那老虎队赢得全国大学美式足球冠军 赢得football的champion 那就是款待这些人 那他自己把银河包 那些厨师放小的 那他也走到厨房里 拿大堆的国宴用的银盘 很漂亮的银盘 银盘 就专门放了麦当劳 Big Mac 薯条 什么可乐 放在那里 给大家吃 哇 几开心 这个就是Trump 你哪个总裁做到这样 Trump这次在麦当劳的造势活动 正值奔席凡尼亚州 选情白热化之际 而奔席凡尼亚州 在七个摇摆州中 拥有最多的选举人票19章 对于2024年的总统大选 举足轻重 Let's see what will happen later 同时候呢 要知道呢 有些人在质疑马斯克 因为马斯克呢 派钱 派钱有没有罪呢 我记得以前我读纳沙的时候 纳沙很近九龙城 我们纳沙后面有个后门出去 有个很呆呆的同学 才不说孤隐其名 那你的呆呆的同学呢 就在外面就说 喂 有人派钱啊 那时候是lunch time 大家回到后门进来了 回到后门出去 那刚刚呢 剩下了一分钟 那每个人去找到哪个派钱呢 突然间就是打中 那后门一息一关 根本他回不了来了 那所以有大班人呢 那时候罚在一个教员休息室外面 那个什么 叫做office 就是个principal 校长外面的校长室外面 罚企 成几个人的 有很多人的 派钱不是有罪嘛 对不对 派钱哪有罪呢 那你竟然骗人派钱 玩人家 那你当然有道德问题啦 不过这些小孩 童然无忌啦 是不是 那当然啦 100万美金 每日派一个 都是大数 1 million 780万港币 对喔 很和美喔 一日抽一个 抽到11月5号为止 好玩呢 那记住是有条件的 一日抽一个 那我说回这个是怎么抽 总之就是说呢 哪个给的呢 不是Trump给的 Trump都不知道这件事 是个好朋友 亿万富豪 Billionaire Elon Musk 世界顶级富豪 派钱 为什么派钱呢 是不是伴选呢 No OK 第一 你先要登记了选民 我不是给钱给你 要你登记 你先登记了选民的 那有可能 接受到这个游戏怎么玩呢 有可能获奖 第二样东西呢 你支持呢 这个 这个 宪法修正案 不是修正宪法 是宪法有两个amendments 第一 修正案 言论自由 第二修正案 就是持枪权 那么持枪权 保护言论自由 今天你捍卫这个petition 你支持这个东西的 就给你钱 不是说你要投票选Trump 是支持第一修正案 第二修正案 保障言论自由 持有攀带枪武器的权利 那你签petition的话呢 而且你七大摇摆州 已经登记的选民呢 那就有权呢 参加这个幸运大抽奖 每日就颁给一个 那那个人又有100万美金的 那你说 你需要不需要那么阔华 那不关你事 他喜欢派钱 你可以怎样 没有道德问题 是不是 也不是说要你投Trump 一票 那所以这些左家 就觉得很生气了 搞错 用钱来贵赂人 摆明贵选 违反这个联邦选举条例 但是不好意思 联邦选举条例呢 就是说你不可以给钱给人家 叫你登记做选民 给钱给人家 要是投票给特定的候选人 今天他一点都没有这样做到 第一 你登记了做选民 才有资格参与幸运大抽奖 不是说给钱给你登记 那你说 那你就变相给钱给人家 要登记做选民了 那如果这样说的话就很奇怪 那你举办任何活动 就让任何登记选民 去参加这个幸运大抽奖 今天就叫 鼓励人家去登记 那其实某程度是鼓励的 但不是说我给钱给你登记 你登记 再参加这个幸运大抽奖 你未必一定可以的 一天只有一个 全美国一天只有一个 唉 我觉得荒谬绝伦 譬如说 有些抽奖游戏 只开放三个星的永久居民身份证的人 去参加幸运大抽奖 那你真是说 你这么拜这件事 鼓励人家入籍香港 即是 You flip the other way around 嘴巴是掌在你口上 你还说什么都行 但人家真的没有这么做 OK 中国路透社和美联社的报导 Elon Musk 昨天在宾夕凡尼九 Harrisburg 有一场 由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 America Pact 举办的活动里面 送出一张一百万美金的支票 给现场一位叫做 John Dreader的男性 而今天呢 在宾夕凡尼九 的Peacebook活动 有张第二张的一百万支票 给了另一名的人 是一位女性来的 那看到她呢 基本上是非常勇猛 去支持一些 第一 第二修正案 OK 这个大家知道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说呢 当然这件事呢 很多人就很生气了 是不是 就是 賓夕凡尼亚洲的立民主党籍的州长 George Shapiro 本来应该 因为选择他做副总统的 但他不选择 就选择了 他经常去中国的 Team China Team Works 就是莫名其妙 那这个George Shapiro 就在 国家广播公司 NBC访谈节目 Meet the Press 里面表示 Elon Musk 送钱给 賓夕凡尼亚洲 登记署名计划 令人担忧 并且说 执法部门 可以研究一下 那基本上 我不用研究 没有违法的 你硬屈他的话不得了 OK 说他又走在法律边缘 不知所为 美国司法部选举犯罪条例指出 蓄意以 报酬誘導或奖励民众投票或登记 属于联邦等级犯罪行为 而这类的报酬不单止是指金钱支出 还包括任何有货币价值的物件 例如烈酒或抽奖机会 部份选举法的专家 已经对马斯克这种赠予行为事件 竞选财务律师Brandon Fisher说 最新的一招是游走法律边缘 因为民众如果要取得一百万美金的支票 抽奖机会 先决条件就是要登记成为选民 即是你flipped the other way around 他说已经有可能触法 以登记作为支付条件 可能会触法 即是会违法 这就是他的说法 他说有些西北大学的 这个President School of Law的一位教授 叫Michael Kahn 他说虽然不完全是给钱 叫人投票 但界限已经模糊到 令外界担心他的合法性 特朗普就被问到 对这个散财同志马斯克 这个好朋友 死党的做法 究竟有什么看法 他说 我没有follow up这件事 我没有追这件事 他表示特朗普就说 我没有跟这件事 我没有跟这件事很久了 而且我跟他谈很多 他是我的朋友 他的国家恭喜很多 Let it be 我就说这件事就是第一 这个跟特朗普完全无关 第二件事就是Elon Musk这件事也没有违法 如果这件事也是有违法的话 那就不得了 那就是完全不行 肯定马斯克做这件事之前 想过度过这些选举条例 是不是 一定是有就是一个灰色调带 但是咬他不入 我给你们支持第一第二修正案 不是支持特朗普 这个两件事 那你想想 这件事是不是玩得很绝呢 真的有多绝的 而卡玛拉·Harris 在20日接受NBC 美国国家公司的专访时 表示 针对男性选民支持夏娃一时做出回应 强调这个并非他的亲身感受 他说很多男人都支持他的 那么文调当中 女性选民卡玛拉·Harris 是55比41 head是很多 14的百分点 但是在男性当中 他却特朗普是以56比40 赢紧卡玛拉·Harris 赢紧卡玛拉·Harris 高达16个百分点 那么NBC的主播 Peter Alexander 就在Michigan的 专访中直接问卡玛拉 为什么你目前 和男性选民之间 有这么大的落差 中间落差大到16个百分点呢 那卡玛拉就说 看看那些文字 你可以观察延长观众 会发现黎智光 背景和性别的人 都成千上万出席 我认为这个是因为 他们知道 我致力于成为全体美国人的总统 而我正是为这个目标来竞选 争取每一位美国人的选票 蛤? 你又没有答问题 现在说你男人不追求你 你究竟有什么问题 你跟着说很多人支持我 面对亚历山大 就觉得 再次提问 因为亚历山大不满意 再次提问 卡玛拉就说 这个不单止涉及选民的性别 还和他们的地理位置有关 而且不受他们过往的 投票取向的影响 就在耍人家 接着亚历山大 尽进一部文端 事实上 男性选民目前 16个百分点的优势支持特朗普 不是支持你 你认为为什么呢? 卡玛拉直接说 这个并非我的亲身感受 如果你认为你不是 并非你的亲身感受 为什么你不第一句就回答呢? 如果这些问题 你问特朗普 我说这些全部是假的 荒谬的 男人支持我 女人都支持我 答完了 但卡玛拉会怎么样呢? 逗逗逗逗 逗到第三转 他就说 这个不是我的亲身感受 怎么会有16%的人 的优势支持特朗普 你去到第三转 才回答别人的问题 去否定别人的前撤 你怎么搞错? 你第一句就这样回答了 所以说 你对于这些垃圾 对于这些是正棍 但他怎么办呢? 特朗普就不是一个正棍 所以他得罪很多人 卡玛拉会里斯是一个正棍 是一个浪费大家生命时间 秒数 生命秒数的正棍 所以我就说 这些人 是有一种 陰沟雷的臭味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我觉得很难顶 Alexander 还询问卡玛拉 和现任总统拜登的区别 就问同一个问题了 你和Joe有什么分别? 卡玛拉又说了 又在这儿斗 看他怎么斗 坦白说 包括前副总统Mike Pence 在来 副总统通常不会公开批评他们的总统 我认为无论是从传统角度 因为从未来发展来看 这样做到不利于建立富有成效 而且重要的合作关系 我问你和他有什么分别? 我问你是否批评他? 不是 今天你要做些什么? 是特朗普 是拜登没做完 而你想做的 你不需要一定批评拜登 你说这些干什么? 是吧? 所以我说这个人在回答什么? 我会觉得最后这个人是 stupid 他智商和思维能力有问题 他不能用平常心去回应题目 不能放轻松直率地回应别人的訴求 所以他们会批评 这个是做领袖的大忌 值得注意的是前总统奥巴马上周 Pietzburg的一场竞选组组织活动前 似乎对那些不如2008和2012年 热烈支持卡玛纳竞选的非裔美国选民 黑人表示担忧 所以Barrick Hussein Obama都会说到这些说法 MSNBC的主播Andrea Mitchell 在本月初NBC的Meet the Press的节目中 指出卡玛纳基本上在男性选民中 面对支持度比较低迷的严峻挑战 并认为Trumpa这个群体中的实际支持度可能更高 那这个起码Andrea分析的现象背后 可能存在性别歧视因素 最需要性别歧视 那些男人歧视女人 又在搞些什么 所以我就说他不说 譬如他觉得我 桑普支持川普 除了一个普治之外 就是说男人支持男人 我歧视女人 他说这样的东西 那如果你支持女人 那不是歧视男人 这些就是左派 专门利用性别这件事 创造斗争的动力 即是毛泽东 斗地库反卖右 就是阶级斗争 一触就零 对于这个性别的问题 喏 你桑普支持川普 还不是大男人 就是一句拍下来 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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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就是性别斗争 是吧 你说我不支持黑人 那这些亚裔人 乱是白人 斗争黑人 还不是歧视 歧视 歧视 又是搞这些东西 就是这些人的脑袋 就全部是这样的 他们的斗争观 你没办法跟这些人去说话 这些人的观念不改 它是人类的癌细胞 即他观念是成为了人类的癌细胞 是相当很多人的 当然了 去到现在 就算美联社有相关报导 都会说有些犹太裔的一些选民 尤其在总统的一些摇摆州里面 选举的摇摆州里面 再次去考虑是否投票给这个民主党 因为犹太裔的人 其实你不要以为人们支持共和党 事实上惯性来说 犹太裔的人 是很倾向支持民主党的 是这么多年都是这样的 这次发言越来越多人 是发觉到有更多的现象 或者一些征象 显示 有更多的犹太人 就是放弃民主党 改头 改策侵畅 这件事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 他叫Ronald Kaufman 他说 The family that is my generation and older generations I don't think anybody is voting for Harris And we've never voted Republican ever 就是他们一世人 从来没有投过共和党 全部都投给民主党 但是他今次觉得 他这一代和上一代 基本上个个都不想再投给哈里斯 而甚至她的sister 我不知道她姐姐还是妹妹 就是她sister 还有一个支持Trump的牌 放在屋外面 而这件事发觉是犹太人 今次重大的转变 那问到究竟这个转变有多大 是不是个别一个家庭的情况 还是很大的情况呢 那就是说 很难去确定 但肯定更多的犹太人 今次转向投给Trump 那这件事是会非常大的影响 尤其你看回对于这个以色列的支持 两个人分别很大 这个分别很大 尤其这个哈马斯 如何去折磨以色列 共和党和民主党在这么多个月来 那个表现完全是不同的 共和党是力挺以色列 民主党就是医院帮 到后不到废 去到某个位又在那滑船 又没有意思 人家照打 然后在那里 起来手都不知道怎么办 就是这些这样的做法 你会看到 哪一个才是真真正正能够帮得到 以色列人 即是犹太人的一个真正的总统 那这个你想想 这场战争还要打下去 那究竟会如何去结束呢 我想这个是速战速决 为什么呢 以哈冲突 为什么会支持以色列 尽快打 用打赢的方式 来赢下这场战争 因为以色列有实力赢 而且赢了之后 使到其他国家 完全被涉及的状态 才有重返 阿伯拉罕和平协议的前提 Peace through strength 乌克兰为什么没办法呢 因为第一 美国无论共和党民主党 都不可能供应 真是强的 厉害的 超级大杀伤力的 有效武器给乌克兰 也都不可能出兵 也都不可能将他加入北约 你问拜登他不肯 你问卡尔特·哈里斯不肯 你问特朗普都不肯 不会让他加入北约 问谁都一样 第二 欧盟不出钱 第三 乌克兰有很多个问题 第四 乌克兰独自赢不到 加上武器那些医院波的 到后不到废的武器 资讯 情报 都赢不到 两年多时间 赢到的话 两个月已经赢了 两年多的时间 已经韩战化 越战化 韩战1950 打到1953 越战打了十几二十年 打到1975 基本上已开始出现这样的现象 你会说这个战争 欧盟一直打下去怎么打 在医院波打下去 这个搞肉机要死多少人才对呢 而这个做法是打不赢的战争 乌克兰是打一场打不赢的战争 复国拿回五分一土地有没有希望吗 打什么 没有 如果你是说以色列 绝对有希望 激杀哈马斯 激杀真主党 激杀真主党 震慑伊朗 确保到这场战争 由于1967年的战争一样 能够巩固他的成果 为什么不帮呢 这个要看世的 这个要看恩世利道的 不是说 喂 今天你受人权苦难 就要帮 全世界很多人权苦难的 孟加拉 缅甸 江国 非洲 苏丹 你说中亚大堆 南美更加大堆 做很多 比如 莫多巴 刚刚才做这个公投 对不对 50.4% 通过了入欧联 哇 入欧盟 哇 不是欧联 不是欧 欧盟 入EU 哇 驚气万分 接着下个月3日 总统选举 亲欧的 对亲俄的 这些 这样的情况 美国要不要介入呢 OK 是不是每个地方都要介入呢 你想一想 你觉得要介入 世下警察思想 那你叫 Wilsonian 即威尔顺的想法 这个美国是其中一幕的思想 这样看的 我说过 Hamilton Wilson 这个是 Jefferson 和Jackson 这种想法 你会看 是什么想法 而最大的结果 是什么 现实政治 不是这么玩的 而不是说 今天你不採取 Wilson 那种世界警察想法 就等于 你出卖了民主自由 没有这样的关系 是吧 记住 美国 记住 第一原理是什么 是美国人的总统 不是香港人的总统 不是世界全人类的总统 美国总统是三亿五千万的美国人 选择出来的 不是我选择出来的 搞清楚这一点 这一点 如果这样都搞不清楚出事 America first 就是选择泥邦的了 选择一些对美国能够对美国利益有关系的 即叫做挑肥选择瘦泥邦 这是必然的 如果你认为挑肥选择瘦泥邦 是不对的 是不道德的 是一个个个都要帮的 那我会觉得你不是为美国利益着想 你是说你自己本位的利益 which is groundless which groundless baseless 因为你不是站在美国的立场 你站在自己的立场 而你下面是没有任何的实力为基礎 这个就是分别 沃克兰是悲惨的 沃克兰人是悲惨的 我没有说到这件事 但是他自己 竟然选择这么多的领袖 都是通宗 都是腐化 那这个怪得了谁 这个失败国家怪得了我吗 每个国家都自己努力 台湾是不是有很多的问题 yes 台湾有好与不好的一面 台湾如果真是被受攻击 会不会打仗呢 各个民意调查已经是六七成 七成人都会打仗 但是你问菲律宾 仇恨中国 反抗中国 不要说仇恨 反抗中国 或者叫抗拒中国的人 超过七成 台湾只有六成 那你要发觉到这个就是分别 日本八九成 台湾在这个地方不争气 国防、民防、深防 未完全及得上我们的预期水平 还有非常大的落差 That's the shortfall 这个就是弱点 缺点所在 但是台湾有什么好处呢 台湾今时今日 賴清德做总统 都要买整个船的舵在持续 台湾各方面的民主自由程度 我想整个东亚数一数二高 那我觉得这件事是非常难得 你不可以说完全等于 他们很危险 有危也有机 看看如何去看和珍惜 这个就是我总体的看法 OK 今天要做了一个多钟头的节目 不经不过很长时间 今天下期 今天下期